就是说三体式 多数师傅人教行李学院开始 包括我也在内 就是说最开始三体式一站 你管是三七四六也好 把这个身体的大部分重量压在后胯上 这个时候在站桩的过程当中 你这个后胯就像一个亚硕的大弹簧 越压越强越压越强 那么你在登地的时候 那自然的力量就会很足 但是你在这一用的时候 真正派上用场的时候 你不能完全是这种状态 就是说你重视了后胯的登进 忽略了前胯的这种踩进 或者整体瞬间往出出去这一下 所以说你在练功的过程当中 包括站三体式的过程当中 不要把自己站僵 站桩不是洒站不动 是有一个微动的过程 就是说你这个胯呀 初期练功的时候 站桩的时候 你这胯 这种抽体运动 就练功用 你想把它练活 如果你得有这个过程 你得有这个过程 微动 沉 抽 送 踩 这个过程 你在练功的时候 把这个胯练出来 就会让你留下来 我看了 我看了 你这个过程 你这个过程 我看了 你这个过程